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为什么动不动就要吃巧克力?原来大有深意 赵丽颖有两次明显的吃巧克力的镜头,一次是第一次出场 在心理咨询室里,赵丽颖被前来查案的校央盘问,送走校央后 赵丽颖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大盘巧克力,掰了一块,送进嘴里 第二次吃巧克力是在警局,校央传赵丽颖了解案情 在审讯室里,赵丽颖沉着应付,镇定自如 出了审讯室,赵丽颖掰了一块巧克力送进嘴里 一边觉着巧克力,一边走过长长的走廊 赵丽颖为什么要吃巧克力呢?原因有三 一,赵丽颖扮演的心理医生沈玉身世坎坷,从小爸爸和人私奔,妈妈也不在人世 沈玉可能存在心理上的缺陷,对巧克力产生某种依赖 二,沈玉身上背负着很多秘密,多年前的连环杀人案 可能是沈玉父亲作案,身为心理医生,接触各种负面情绪 沈玉通过吃巧克力调节情绪 三,巧克力游行脑提神的功效 每次沈玉故作镇定后就会吃巧克力提提神 赵丽颖吃巧克力的样子甚美,演技很稳 这部剧剧情扑朔迷离,大家喜欢吗?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您观看视频,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感谢您的观看